3月25日,香港家世德春拍举行预展,展出包括华裔法国著名画家赵无极,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等人的精品画作。 其中赵无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的画作《三连作》1987到1988,估值在1.2亿至1.5亿港币,领衔整个香港家世德春拍。 赵无极的这幅作品创作于1987年至1988年,是他当时最重要的三连作之一,在迄今已值的20幅大型三连作中,这幅作品是首度现身拍场,也是在拍场上出现的第二大作品。 整幅画作受法国著名画家亨利·马蒂斯·窗系列以及克劳德·莫奈·睡莲的启发,结合东方传统笔墨,完美展现了赵无极当时融贯东西的色彩空间概念。 赵无极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幅三连作,1985年6月至10月,在2018年9月底以5.1亿港币成交,刷新了赵无极作品的拍卖记录, 以及亚洲油画的拍卖记录,也是香港拍卖史上最高成交的画作。 家世德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部副主任林家如称,赵无极的创作十分多元丰富,是受市场欢迎的原因之一。 其实很多藏家很喜欢为什么不断地在搜集赵无极,是因为赵无极的画作的变化是每个十年有一定的变化的, 所以从他50年代、60年代、70年代到80年代的作品都有不同的创作方式,都有不同的展现,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多元的创作的丰富性,其实会让藏家不断地在追随他的画作。 当天展出的还有赵无极狂草时期的另一幅经典作品《02-01-65》, 作品结合中国草书的力量与动感,与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,创出别具一格的画风。 今年是中国著名画家吴冠中诞辰100周年, 当天也展出了吴冠中的两幅作品《巴黎蒙马特》和《竹林春笋》, 作品就会参与2019年香港家世德春拍。 再来就先到。